公共工程本身的規模就比較大 它所需要投入的工種是非常的複雜 我們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 時間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掌控 那對家人來講 確實有一些抱歉的地方 因為他很早就出門 然後晚上又很晚回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可能我們已經睡了 我們很多次利用夜間施工 除了所有作業人員的安全以外 也要顧慮周圍民眾的那個噪音 這個都是我們在施工細節當中 要特別注意的 長大才就是可以比較理解 為什麼爸爸沒辦法陪我們 送我來工作啊 你怎麼跑來 你有吃飯嗎 還沒有 給你驚喜啊 小時候可能不知道蓋檢驗是很浩大的工程 是大家一起犧牲 在家人的時間上完成的 他很驕傲讓我們也很驕傲